2月24日上午八十许,江西省南昌市西湖区坝口向游链小区一名房发生坍塌,有人被困 南昌市消防支队接警后,立即调派永书路消防砖支队前往救援 消防员到达现场时,发现坍塌建筑为一栋砖木结构的三层建筑 上面两层房屋完全坍塌,只剩下地面一层摇摇欲坠 现场有四名民众被困 随后,南昌市消防救援支队共调派六个消防中队,八辆消防车,六十一名直战员 和三条搜救权赶赴摊杂现场进行处置 住在事发地附近的居民在接受采访时回忆称 当时的声响巨大,就像是地震,又像是丢了炸弹一样 我在家看天,听到很响动的一声,像地震一样的 反正时间很短,大概就是一两秒 我住的地方,时间距离也有最少有100米 好响啊 好响啊 好响啊,到时我心发的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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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炸弊成一种,炸弊成一种 今天8点5分钟倒了领化,倒去一杯 好响哦,那比较多响啊 还没两个工响过,给人丢了炸弹用 好响啊 摊擦建筑有两户,共四人被困 参战直战员利用因视频生命探测手动破拆工具组 无尺具,起重气垫等救援装备及搜救权 采取侦查搜救,固定支撑,精准破拆,扩展救援空间等基战术 全面开展救援工作 在了解三名被困人员的方位后,消防员立即投入救援 8点56分,一名男孩被成功救出 另外两名成人被困在东面卧室内,被挤压在两块墙体之间 消防员立即利用切割机开辟出一个救援口 9点52分,被困男性被成功救出 10点04分,被困的女性也被成功救出 此时,还有一名老人被困在二楼,被坍塌的楼面紧紧压住 消防员通过生命探测仪发现老人被困位置后,立即开展救援作业 由于老人被困位置特殊,怕给老人造成二次伤害 消防员只能小心翼翼地在楼面凿开救援口 在洞口开至茶杯大小时,老人将手从洞口伸出 一名消防员立即拉着老人的手,对老人进行安抚并询问其身体情况 其他消防人员加速对水泥楼板的开凿 在扩大开口部位后,使用起重气垫扩张救援空间 下午1点52分,老人被成功救出,并送往医院进行救治 记者了解到,坍塌建筑位于南昌市西湖区坝口向邮电小区附近 为地上三层建筑,砖混结构,建筑总面积约100平米 共4间房,3户家庭居住 4名被困人员成功救出后,立即送往南昌第二人民医院进行观察诊断 据医院反馈,4人均无生命危险 事故发生后,江西省消防救援总队,南昌市政府 南昌市消防救援支队相关领导第一时间赶至摊查现场 组织指挥抢险救援 目前,建筑摊查原因正在进一步调查之中